建立啊 讓可以使得獨立記者可以生存 其實 對 我等一下會有權宜之計 可是 畢竟還是有一點困難 當然我跟各位不一樣 我的出發點跟各位不一樣 所以現在大概 公部門的人都知道我什麼在幹嘛 就會到處點火這樣子 怎麼今天看你在商周閒 下禮拜變成在金周刊 然後變成在公事 你到底在幹嘛 無可管束 我都轉不到 我們到處 為什麼看到展觀在那裡 黃毛鎖展觀 黃毛鎖展觀 我剛才有講黃毛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踩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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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好來了 讓我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超好害怕 我開始在流汗了 沒有行政體系的人嗎 應該有吧 哈哈哈哈 有開心做的人嗎 所以會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是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新聞社 但是大學之後我沒有走那條路 我走另外一條 我們班大學同學認為我不可能走這一條路 我已經勝無敵 所以我是一個藝術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我過去一直都是被丟雞蛋的 所以我們家雞蛋其實不用買 因為我過去的業務是做文化廠做煙埋廠 所以我是祖先八代都被請出來 抗爭就一定往我這邊打 所以我 我 練就這個一方面接雞蛋的功力 那一方面也是 但是我認識朱淑薛 朱記者 是同伙的老闆 那我也不相信我進攻的比氣 有老闆會接受像我這樣的人 我的同學說我是青蛙 各位知道青蛙有什麼特色嗎 冥冥而死不墨而生 就是青蛙 他每天都一直這樣 冥冥而死不墨而生 所以我今天是 翹了課 然後同時又把一個 我比較晚到 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一定要來就是 我覺得說 其實並不是在公家機關的體系的人 就是比較 比較死板 因為考公務人沒有考這個說 你一定要很死板 你一定要很官僚 才可以考上公務人 絕對沒有這一條 絕對沒有這一條 所以公務體系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是 跟我們站在同一個思維 那我們想從不同的角度 去努力去發聲 去支持 怎麼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們會罵我 所以我不敢先來 不過我要特別感謝那個黃寶如的官員 真的就是我覺得他們對我還蠻重 就是 不知道你是誰 要讓你每天在那邊 上餐廁所喝水 有台獸的人在嗎 我好害怕 另外就是說我覺得獨立記者在採訪上 但是一般認識 比如說像不執勵我採訪 他絕對不會問你說你要幹嘛 因為認識嘛 那他也知道你要幹嘛 對不對 講話開始有點發抖 可是呢 我覺得那個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 就是你過去不認識的 或者你要做一個大體驗 你說啊 我的部落格想要做一個什麼 合適專訪 我跟你講 你打給台電他不會理你 他絕對不會理你 對 所以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還有就是說你獨立記者的作業真的很艱辛 今天就是說你會 像我剛剛講我要做多工 我又寫文字又拍攝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 然後交通話什麼什麼都自己 附和就是附和會很大這樣 可是後來有個權宜之計就是說 會有第一個就是變成 環資的那個特約記者 所以有了一些身分之後 你就開始可以做 可是網路媒體要做大題目 他也不會理你喔 這個公囊機構的採訪邏輯很奇妙 所以我後來又變成商周的特約記者 金周看特約記者 公視的特約記者 所以你因為有那樣子 你就開始可以做大題目 大題目包含我得獎的那個水 後來是不指令包含 安排我去採訪 後來那個有 我那年得三個獎裡面其中一個 就是跟水有關 那你如果你沒有這個身分 你一開始說我是什麼部落格 什麼我要做大題目 是很困難的喔 你如果碰到張翠勇他會跟你講 他去國外採訪 他都是哪一個什麼通訊社的 科約記者 這個真的很困難 一直到如今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很困難 不過回想起來也對 如果我今天請你帶我去核四拍一遍 你當然要對他有所交代說 你這個採訪到底要登在哪裡 對不對 這個變成是這樣 可是你會覺得其實那個就是 我剛剛為什麼講權宜之計 基本上的理念還是希望自己部落格 能夠獨立發揮影響力 所以呢 當我去做 可是你看下面這些 你可能一開始跟他接觸你 不是用你獨立媒體的身分 可是到後來他們每個人都會看你的部落格 好不好我們省署長 每天都去用假名在我那邊留言 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就想跟他說 你有種用真名 類似這樣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是誰留言 那你一寫六青年 就發現那個雲林縣副縣長 斯克爾那個帥哥 就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你寫錯了什麼什麼的 其實到後來大家都知道你在幹嘛 所以我剛剛講權宜之計就是這樣 有時候常常身上帶很多名片 到底看到你要拿出哪一張 心裡會有猶豫 猶豫就是說 我又不希望好像架在 主流媒體的名稱出來 我又希望你就是知道我在幹嘛 我就是環境報導 格主 那就是常常在那邊猶豫猶豫 後來就覺得不用猶豫 反正那個就是權宜 權宜之計 另外就是說你要好好的經營你的部落 好好經營你的部落格 比如說我每天都會去跑線上新聞 你不要部落格然後兩個月更新一次 大概接下來沒有什麼要看 你就常寫常寫常寫 然後你要天天寫天天寫天天寫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要維持那個速度感 其實我現在都有事我檢討 我現在跟以前我在聯合報在抹報的時候 這個講好就講 在聯合報的時候 我可以把新聞跑到六點 然後十點解稿 四個小時我可以寫兩個版 兩個版 因為重要新聞都是一三版 一三版 所以那個速度感很快很快很快 可是你當獨立媒體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 反正你半夜你就慢慢寫慢慢寫啊 你要再去看一個新聞啊什麼什麼的 去三代部啊什麼的 你那個速度感就會慢慢減弱 所以為了維持那個速度感 我也會常常就是會去跑時效的行為 維持那個速度感 我為什麼維持都沒有辦法 因為以前在報社就有長官拿鞭子鞭著你啊 是一定要交稿 是一定要交稿 多一分都不行 所以你就會在四個小時裡面寫兩個版 非常可怕 然後你要深入逆底啦 深入逆底要寫 讓我剛剛講那個負的例子 你貼一寫 貼一寫 貼一寫 你貼一寫說寶特亭沒有回收 寶特亭沒有回收 那個負子律就會看到 就去問你說寶特亭怎麼沒有回收 哪裡沒有回收 我去清一下 簡便是這樣 另外就是說你要加入一些支援器 其實就做什麼 比如說像環子會幫我展展文章 還有像明亞大哥你知道嗎 你會去 有人參加PETBO的公民 你記得嗎 那很多人看喔 像我們這個浩奇寶寶 他最成功的戰役就是那個 往慈國外院 對不對 天寫天寫天寫 最後也促成的改變 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當一個環境記者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會給你錯的訊息 很多人會給你錯的訊息 那你到底從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怎麼樣從錯的訊息裡面 去看到真的到處 我覺得是最困難的 另外就是說 他會挑戰你的報導 就像我剛剛講 那個劉振宏也寫 教律師寫信給我 可是他是故意要下禮 他覺得我沒有這樣講啊 那我就會翻出資料說 有啊你某年某月某日有這樣子講 變成要有所本 變成要有所本 可是有時候他是故意要下禮 下記者是有效的 像台書叫我去喝彩 我就想說 是不是暫時不要再去台書了 如果萬一有什麼 我什麼問題這樣子 還有朋友問我說 你趕快 財產趕快去破戶啊 不然萬一被假扣押什麼的 對 另外就是說 他會影響你的老闆 就像我 讓你沒工作 我就是這樣沒工作 他會叫你老闆給你沒工作 所以你如果去大陸 你叫大陸公安要幹嘛 你如果在大陸當獨立記者 每個禮拜大概有公安 會去你家喝茶兩次 他叫你幹嘛你知道嗎 哎呀你當獨立記者好辛苦喔 你就回去報社上班啊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容易管束啊 我幹嘛管你 我管你長官就好了 對不對 新聞都可以被改 現在沒有人可以讓我沒工作了 這就有人到部落格留言攻擊你 很多喔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我們部落格 就看到哇兩邊人在那邊廝殺 你最好是不要講話 你一講話就開始你就變成劍拔這樣 哇這個朱小雄怎麼可以這樣呢 沒有公平 什麼什麼的 對 如果是核四 核能的問題的話 那更可怕 像我曾經寫過一篇就是說 你看兩千年啊 民進坊也被破核 我就一直說 你核能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你不要依靠藍的綠的 哇那就一邊人上去搭你這樣 哎呀你好驕傲喔 要不是我們政黨 你們怎麼肯會贏呢 然後也是這樣 就是一直攻擊你這樣 啊不然就是發希望稿反駁你 啊這種壓力 那心理上都會有壓力 當記者就是這樣 最希望人家肯定你寫的都是對的 啊有人質疑你 哇那個戰火就沒完沒了 那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當一個環境記者的困難 我剛剛講那個困難就是 你到底寫這樣對不對 那是每天在那邊斟酌的事情 那你要不斷的去辯證這個政務 我為什麼寫反覆辯證 反覆辯證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我管我團體跟你講的都是對的 他們常常亂講 我有慌到以待嗎 對不起 他們常常亂講 哎 啊怎麼可以干什麼事呢 那我說那我守不 我守不 啊這個這個 他講不下去了 他會講很多不對的事 啊官方呢也會講很多不對的事 他要騙你 那怎麼辦呢 你不能相信他 你也不會相信他 不能他講你就寫 啊當然傳統的媒體會教你說 那你記者 你記者管弄說幹嘛 你就是寫說 哦 假說天空是黑的 然後下一段就說 哦 你說天空是白的 沒有了 啊我做 哎 哈哈 挺我日報的記者在這裡 哎不是你 哦 現在不是了 哦 哦 ok ok 好好好 我剛才有罵蘋果日報有沒有 演講好危險 我剛才講到哪裡 哈哈 辯證 對你要反覆的辯證 就是說你 那有 最拖來方式就是 那個 像台大老師跟我說 鄭大老師跟我說 我的文章沒有辦法被歸類 他說你到底要歸來類啊 又不是報導 又不是評論 夾言夾序 叫什麼 夾言夾序 夾意夾序 以前我在報社聽到 人家批評你 夾意夾序 你會覺得 那就是表示你寫很爛的意思 好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覺得夾意夾序是 是讚美 讚美就是說 當然 傳統的媒體會 寫法要告訴你說 反正你就寫假說什麼 你說什麼 就好啦 你管它是什麼 你覺得 記者可以這樣嗎 那你就讓 那我如果讀者我看完 你就會說 那到底天空是黑的還是白的 哦 你知道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 美麗灣是什麼飯店 美麗灣是什麼飯店 你就會看到所有的媒體 是不是這樣子 就會寫說 欸 台東建設政府說 它是一般飯店 所以環庭我做就好了 大家知道美麗灣嗎 我知道環庭的爭議 然後那個環庭也說 不 它是觀光飯店 所以環庭要去環保署做 那請問 然後文章就結束了 文章就結束了 那我就想 如果我是讀者 我就想說 那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 然後像我 我不會這樣就結束了 我就會去查 因為 觀光跟一般飯店 它是有定義的啊 觀光飯店能幹嘛 一般飯店不能幹嘛 是有定義的 那你就會打電話給美麗灣的老闆說 請問你這邊有三彎庭嗎 有 你這邊有那個 游泳池嗎 有 那你房間幾間 125 欸 那你回去對觀光飯店的標準 它就是觀光飯店啊 所以 我們在罵人家玩八蛋 不會隨便亂罵 我會告訴你 他說是一般飯店 可是 經我去查跟對到什麼 他就是觀光飯店的灰 所以我覺得啦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讀美麗應該說 下面這一段 而不是講文就算了 他像